公读圣马逗福音 主愿光荣贵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祈祷时 不要老老套套 如同爱帮人一样 因为他们以为 只要多言 便可获得随稳 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因为你们的父 在你们求他以前 以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盛行于地 如在天上一样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欢免我们的罪债 犹如我们也欢免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因为你们 若欢免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欢免你们的 但你们若不欢免别人的 你们的父 也必不欢免你们的过犯 相主的话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主来的兄弟姐妹 今天 主耶稣 在福音里面 提醒我们 我们向父的祈祷 向天主的哀求 不应该好像外教人一样 认为说多些好说话 欠多些礼物 这样得到天主的欢心 这个神就会赐给你 你心目中认为最好的 你所求的一切 为什么呢? 耶稣叫我们不要这样做 因为耶稣就是 祂所教导的经文里面 得福我们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相信的 就是我们在天的父 我们相信的天主 就是我们的父亲 耶稣说 谁是指 跟祂的爸爸说要面包 而祂的爸爸就拿个石头给祂 所以主 总言 人 不是蠢到这样 何况天主呢? 就是天主 我们相信的天主 跟其他宗教所相信的神 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 祂是我们的父 就是天的父 耶稣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 在天主父打发来的 共生圣人的天主子 他自己本身就是天主 所以他跟我们说 我们所相信的天主就是父 那么我们面对这个慈父 不是一个严父 一个慈父 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 我们还怕他不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求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呢 就是求你的名秀显扬 你的国内能 你的旨意成行 我们心中只是 把不得整个人类明白到你 是我们的父 一个慈父 我们面对这个慈父 我们不用害怕 不用怕他 他不管我们 而他管的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相信一个这样的天主 是我们的慈父 我们把不得整个人类 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他 能够迎接他 到我们的心中来 用他做父 用他做我们的主 如果这样的时候 我们愿意的就是 你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显扬这个乎 用一切的人去相信 去接受在我们的心中 去成行他的旨意 那么我们的心就是这样难 但是耶稣 他是共生的天主子 他共生成人 他都不是离地的 他都是明白人的需要 他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食物嘛 所以你给我们的食物 所以靠一样量 所以靠一样量 做什么呢 会显扬你的生命 会使到一切的人 去相信你 去圣向你的治愈 我们需要生活 需要一切 我们要靠 但是我不会紧张在这里 因为你是我慈父 你一定会给我 不但让我们拥有我们的身体 好像一切的人一样 而且更加是拥有我们的灵性的生活 我们需要灵性的食粮 所以每一天的食粮 每一天我们在这里参与尼撒 我们的灵性体就是这个渴望 这个食神粮 使我们看东西 我们的生活在这里 完全跟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有影响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灵性 而且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受伤 我们会受伤 所以靠你 赞助我们的罪 靠你帮助我 医好我们的伤痕 在过程里面 因为我去活出这个你的生活 我都会受伤 我都受伤 但我有时没有力量 好像你一样 去医治大点人的 所以靠你帮助我 使我在宽树 在这样行 生活出这个 愿你的国内 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我很难 我的受伤 要你的医治 我的受伤更加太醒我 如果没有你的时候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不能这样生活 所以 你给我的医治 使得我 都体谅到 大点人 他这样的生活 更加需要 天主的帮助 天主的医治 所以 你欢恕我 好像我欢恕大点人一样 在歌证里面 我觉得很难 所以 你帮助我 同时都帮助他们 在这个歌证里面 我们在一个战斗 在那里上 有我们的圣灵 最后在天洞上 圆满的生活 在歌证里面 不要忘记 我们很大的诱惑 很大的危险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后面这个四歌 就是帮助我们 实际的生活 去实现我们 之前三个的祈求 使得你的名称显扬 使得你的内容 每个人听你的话 就好了 就是 我出你 以我们所活的 你的子女的生活 好像主耶稣一样 我们明白吗 明白 我们有力量吗 有 因为我们 有这个新的看法 不是我们的力 是精神给我们 耶稣都带来 我们这个新的心 新的生活态度 新的生活方向 新的生活精神 所以我们的生活 都是相信一个天主 身为 祂和我们的生活 那么密切 因为我们的生活 要活出海地 好像耶稣一样 这个生活 我们所想的 就是天主 我们所想的是 祂天国的女人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 去表达出来 表达的过程 是实在困难 我们更加需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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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你的医治 需要你的保护 所以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实现得到啊 实现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篇读经 以撒尔和我们说 天主和我说 祂的言语 下来的时候 每空空就回去 一定要结果实 我们凭着这个信心 这个医治的心 我们去这样生活里面 何况我们是 主耶稣照叫的人 要一生人 这样服务大家的人 帮助大家的人 生活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生活 更加应居是这样的 所以每次念天主经 不是机械化 这样念下去 而是真是 我们整部的生活 所以新必1992年 那九中欲望 保禄而世所颁布的 天主教救你 就是说天主经 是福音的全部 的信息都是在那里 所以用我们每一次 念天主经的时候 出持我们的心 我们的愿望 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念的时候 不是机械化 而是全部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 的真正的体现 现在就用我们 以这种孙来天主的心 向他借靠 靠他 使用我们所预讨的 这个疫症 能够早日的结束 同时我们也都特别 为救中的身体的健康 而祈祷 为了今天 因瘟疫带来的痛苦 让我们求主锁炼 使众人能恢复和闲 与一切受造之物 和平共存 跟求主给我们 再造一伙珍惜万物之心 好能忠诚 宗成礼行 受托照管之职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鼓护抵我们 为所有的病人 及他们的家属 我们求天主 施展大能 因此他们身心传愈 能参与耶稣基督 由苦难 进入新生命的奥迹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鼓护抵我们 求主 帮助我们整个城市 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各尽其职 并求主 支援前线医护人员 社工及教育工作者 特别照顾那些缺乏资源 来保障健康的弱势人士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鼓抵我们 求主 赐给所有基督徒 坚强的信德 在恐惧与不安的困境中 继续履行天主 给予我们的使命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鼓抵我们 求天主 为全人类 降下恩宠和祝福 驱除一切凶恶 好使我们早日 脱离逆境 以更新的心 感恩赞颂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鼓抵我们 以上所求 自求我们的主 基督 阿们 轻人 启动